今天我们接着上个礼拜 请翻开 与与如意499 与与如意这个比较简单 那就请翻开502好了 502的地方 第一段 第一段的话 第一段就是从 经文就不用 这个时候大卫菩萨领白活说 世尊啊如您所说 菩萨谋佛萨当善与意 什么是菩萨 菩萨善与意 什么是与 什么是意 就善与意之外 他要问什么是与什么是意 那各位的话 你看下面都 当善与意 但是第二意的时候 莫佐因生言语之意 那个第三意的话 唐意的话 就是不应一语而起意 所以善的话 不是 这个地方不是指精通 你看看这三个法师 用语有没有 一般的话 我们如果你直接善与意的话 你就是要精通你的语言文字 但是在这看起来 你看 第二意是把他说 你不要黏着在言语音声上 就不要黏着在语文上面 第三意是什么呢 说不应该依语而起其意 就不那个 所以的话 这个地方 除了是精通之外 可能你要特别注意 二意三意的话 他的用语不再是精通 你有没有看到 你会议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 所以善与意的用语 那个的话 你可能 除了精通之外 你要特别注意 卫议的话是莫佐 唐意的话是告诉你说 不能只有靠语言 如果两个抵触的时候 你要哪个先 大概有不同的讲法 好 这个第一段的话 你大概要注意这个 所以善与意的话 你直接换意的话 就说你怎么样 所以我没有给他翻 就是你到底要精通 如果看中国文字 就是要精通啊 善就是你要了达什么的话 但是看别人 会别人的话 可能好像不是这样 好 过来503 503的话 他怎么讲善与意 你看 我们就直接从503 503 如果要勾的话 请你勾502 的倒数第二行 你看他的善与意的定义的话 你看 任且是这样定 从 从 从独一尽处 有没有 他的善与意是 独一尽处 闻思修会 然后的话 缘自觉了 向涅槃城 然后习气身 转变以 到达自觉的境界 观地地中间 这个叫 然后圣进意象 这个叫做善与意 跟我们 理想的 想象中的那个善与意 是不太一样的 你看他第一句就叫 你要独一尽处 然后的话要进入 圣意境的话 圣意境就是要进入无肉 有肉要进入到无肉的地方 你不能停在有肉的学习 要进到无肉的地方 好 那我们现在就看503的白 就欢迎 佛教大议会者 以时经听讲后 告诉大会啊 什么是语呢 语的话 你分内外 你里面要怎样呢 你里面就是你的思维 所引发出来 你要有你想思维 所引发出来的 所引发出来 你对语言 名字的妄想习气 合合为因 这个是因 就是你内在的 外在的话也不就内在哦 内在的话 有没有办法出语言呢 没有办法 外 外面就是依照身体的 那个咽喉 唇 蛇 齿 银 甲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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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边 这样哦 为缘 所以有阴有缘 有内有外 这样的话 又有对比我的言说 因为它分别 这样 分别妄想 习气 记着 生起言语的音声 这个叫做语 内在有人跟你在想 外面有这个我们身体的构造 然后你自己又有分 分别 然后又有妄想习气 这样记着 这样发出声音的 这个叫做语 那什么叫做义呢 大会啊 什么是义呢 为离一切妄想像 要离妄想像就是 你要心情触灭 这个不是要这样断哦 心情触 然后一个顿号灭 然后你要离言说像 离言说像是怎样呢 你的缘以道 要断掉 你严肆穷尽的时候 心领神会 这个叫义 那义的话就是第一义 如果能够心情触灭 言以道断 这就是第一义 这义的话就是第一义 OK 那过来啊 503页哦 大会啊 菩萨谷杀 一 离言 觉失之意 离开原语 然后觉 觉失 也不要有失欲的之意 独 你看 就刚刚我们勾的 独自于 控 控险 极尽处 所以 任且很注重 你看 这个跟 跟原觉的修啊 一样 不是叫你去 去 那那那 去什么那些东西 原觉就是 任且修一定有 有极尽处 要你要到极尽处去 你要 静作 养心 然后用 文师修 三会 说 从手 文 圣教 文 就手 文 圣教 思维 修 修 就文师嘛 然后 原 自得法 而得 而绝了 这个就是 唯心的境界 然后 趋向涅槃 就是你 趋向涅槃 就是你要 走到无为 因为有为 没有办法到 涅槃 就是你走到 有无为的 涅槃 然后 你的无名习气 以及色身 要逐渐转变 所以的话 不是只有 你学名相的 你习气 一定要转变 你就会到达 自觉的 进界 你要观察 学习菩萨 于地地中间 四地断正 然后 向上圣进 就走这样 无肉去 无肉 然后又无德 如实了知 意象 世民菩萨 谋少 善达 善达 实意 事实上 这个不是只有 见到 里面含 都有 正道的味道 见到 都有 见到的味道 不要向上 圣进 这个就是 这个叫做 意 那这样 下一段 下一段的话 他告诉你 他这个地方 用得蛮妙的 我读经文 互字大会 善与义 菩萨摩尔萨 就是 菩萨摩尔萨 善与义 善与义的菩萨摩尔萨 怎样呢 要 观 与义 这个就是换句话讲 善与义的菩萨摩尔萨 他讲 观 与跟义 就对 与跟义 他怎么去观察呢 他是非义 非不义 如果观 义与义 的话 也是这样 非义 非不义 为什么 非义 非不义呢 在非义的地方 因为你要用 语入义 你必须学着 语言文字 进入义里 然后为什么 非不义呢 因为义的话 实在不是语言 他是有差别的 所以他两个 非不义 就是有义 从义 这样看过来 也是一样 那最后的 503的 这三段的经文里面 最后你要勾 要 与义 入义 你要用语言 进入义里 就好像什么呢 如灯照射 这八个字不能弄错 还会再深论 以语入义 要用语 进入义里 不能被语连住 你要进入义里 就好像灯去照射 一样 照射 一样 OK 那下面的 那个翻译 再者大会 善达语言 跟义里 观语言 跟义里的话 义 能入义 所以的话 义能入义就是 因为义言 你可以进入到义里里面去 所以言说首入是第一义 因为义言能够进入到义里里面去 如果这两个能够密合的 密切结合的话 那就是非义 但义里之境的话 就非 原以首能 有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 原以首能完全表达的 故非不义 故非不义 所以他非义 非不义 若能极义 妄言的话 你能够 真正的了达义里 然后你又把言词 都忘掉的 就不要被他黏着的话 忘就是不要被他黏着的话 那个如实了之 不堕有见 视为菩萨 是为善与义的菩萨 观义跟义的话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从以前上面是观义与义 现在观义跟义 也是如此 理虽 理虽绝言 但必须借着言 来显理 用必须靠着 那个语言文字 来显达义里 不能一昧的排斥 不能一昧的排斥 你如果没有靠语言文字 说你直接进去 那也是难 若语不同于义者 如果语跟义的话 不同的话 你绝对不能因为语文 而硬傲 或者折伤义里 OK 你不能说这样这样 那用鸡毛当令箭 语文是这样写 那不行 而因语 语 要语 语 入语 如实了之 就好像用灯照射一样 那照灯照射 请问灯是不是 灯就是像语一样 知语物如是 在如是处 菩萨谋萨也是如此 应语言灯 语言的话是灯哦 然后的话 而能离言说 到达自正境界 语言灯 那个语的话是设 是到达那个目的 所以下面 不应语辩语 而语语入语 未语的话是不应 比言语翻过来 言语生故而有于义 而义依比言 言语了别 唐语的话 不应因语而显于义 而应语见语 盖语者 语什么叫语 就是言语跟音声 是能全的像 那语的话 就好像 你必须就像人饮水 人软你自知 不是言语跟音声 可以集的 那下面就做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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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结论 看 欢迎就可以 再者大会 对如来守皆是的 不声不灭 自信涅槃 三圣一圣 乃至说如来葬心 三自信等 圣圣的法义 上面的话 不声不灭 自信涅槃 三圣一圣 这都是如来葬心 这个话 三自信 等等的这个 这样的大法 如指 原一言说 只有靠原说的话 一言言说 记着异理 则舵建立之有见 换句话讲 这就是常见 或毁谤的无见 这就是断见 这是毁谤诸法的 如来守 失色之言说 与异理 亦以凡乎建立之有见 亦以凡乎 妄想分别之无见 诸法如幻 依种种 妄想记着而见 譬如种种幻事 怀疑众生 作异于幻事之妄想 而亦以比 比起分别 并记以为实有 或者实无都不对 当非圣贤人之所为 下面呢 他就做一个记子 这样做一个结束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不用急 等一下我再回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 世尊就讲 重先上面的义理 然后重先上面的义理 然后说记子 比一言说 一言说来起妄想的话 建立有跟无 这样是不对的 以比建立恶见故 这也是不好的 实后当坐在 尼离 就在 当坐尼离中的 坐在地义之中 或者是无间地义之中 因为你这样的话 这个是恶见的 五音中实无有我 五音并非即是我 不如比凡外既妄想 难亦复非无争我 这个就是破人质 那下面四句是破法质 一切法稀有自信 如凡于妄想记着 若法信如笔首见 一切因已见真定 一切法稀无有信 尽会稀空无所有 不始犹如笔邪见 难亦非亦无所有 那没有关系 那现在再一个 等一下回过来 跟各位谈一下 下面就一亦不一予 就深论的地方 本经第二章第五节这样讲 言说所入是第一亦 言说不是第一亦 言说所进入的那个 才是第一亦 又云非言说是第一亦 那就补充上面的 前者是前者予以亦非亦 后者予以亦非不亦 本节进而言之 善与义的菩萨 观予以亦 观予以亦若义者 则不应亦便义 不要用这样 用语然后去 就要好像要博导义一样 而因予语入义 就好像是什么呢 你要用灯去照射 要清楚了然 而不是那个要把射照出来 语言跟文字是指月的功绩 就是那个手指指的月亮的一个功绩 语理是修道的根本 如果语意不明的时候 或者是语跟语 有所两个 这两个有所冲突 底数就有所冲突的时候 应该语于语理为优先 诗为识意 不可因言语文字而折杀 折害语理 所以维摩金这样讲 语于语不语语 如果这两个的时候 当然用语为先 那这样的话你就不要讲 有大概我跟各位结论这一节 你要音语入义 就好像用灯照射一样 要把它照得清清楚楚 你不要用自己的推理去 去在那个地方 言语就是灯 它不是射 所以你不要在表象求 也不要用音凹 不能在表象求 表面上求 这是第一个 那语言跟文字的话 它是工具 对于工具 我建议各位的话 有些工具是要过度学习 你不能只有表象学习 表象学习的话 什么叫做表象学习 你就知道好像你都会了 那不行 那就要像你自己 长在你自己 变成你自己的学业一样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叫小朋友叫怎样的话 你到他应该背书的年龄 你要叫他背 背的滚瓜乱熟 甚至从后面也倒过来 都可以 你当时不知道 不知道他的功用 但是一旦你用的时候 那些就变成你的 你随时这样就用出来 如果你没有 所以现在小朋友的话 尤其我们写手机 这个叫表象学习 那个都是很粗浅的 你写错子什么的话 你大概也不知道 因为你从里面抓抓抓抓 所以现在小朋友的话 你叫他写论文 可以告诉各位 一天写一万字 他也可以从抓别人 这样一直抓过来 累积过来 他并没有进入自己的 那些的话 没有进入自己 然后甚至于 就这样化为自己的血液 就要像手臂一样 要能够伸 要进入自己的 这样才可以 那你只有学表象 那不行 所以我自己是蛮幸运的 我自己在 在专科读诗专的时候 我的老师 就是国文老师 就写这个序里面的一个徐婷婷老师 他是国文老师 他不是学 他在国文很强 他是国家的益金博士 他很会背书 他鼓励我们 就是背书 背的话 我告诉各位 背的话 你这篇背的话 他都算时间的 他算时间 你下次背 有没有比这个时间更短 换句话讲 你思绪那些东西的话 就变化一直 所以为什么在年纪小的时候 你不能只有你在朗诵这样 那不行 这叫精熟学习 这些东西 哪一天有用 那就储藏在你的里面 所以有时候写文章写一写一写 我的笨竹 我的脑筋有这个句子 但是我不知道哪间学来的 就瑕疵点是有这个句子 这就是你变成储藏在你里面的 你不用去翻 OK 所以我自己蛮幸运的时候 专事专文的时候 我背了很多书 那个老师他就这样 然后要背得快 要背得快 越背越快的时候 到一定程度是 甚至可以到 哪一个 因为他一讲你就要接 一讲你就要接 那篇文章就变 不需要很多 那古人笔法 如果你各位有兴趣 古人笔法百篇 换句话讲 你如果把百篇读熟的话 那你的古文是很棒的 我跟各位讲不要百篇 就十篇就够了 这十篇不是这样读 你不能这样读 这十篇的话 随便一句你就能够接着尾巴 像藤王歌序 按照道歉你都记得 藤王歌序是很妙的 很好的文 你要背得滚瓜烂熟 随时进随时去 那些东西就是你的 没有的话 你好像读过 但读过那些不深入 所以这语言的东西就这样 自己的话有机会 不要多 多的话你自己 那只是理解 你理解的很多 但是你真正要写 你弄不出来 你自己要去想 要去查自己那些东西 我们要写东西 常常蹦出句子来 这从哪边来 自己也搞不清楚 你脑筋里面有这个东西 这就精熟学习 这就精熟学习 这个里面一定要这样 所以我们常常讲 尽信书不如无书 依义不依语 你不能把那个语言的话 当作鸡毛令箭 有时候语言记录 整个里面 是那个 所以有些东西 我们要有历史的同情眼光 去看见 我跟各位 历史的同情眼光 因为这个地方 你像那个数记录 也是一样 你以为数记录 那个都是真实的吗 立法院 立法院每一个会期 每一个会完 每一个会完毕 都有数记录 我自己蛮幸运的 我们这个政府 在大陆的国民大会 就是从25年 25年就第一次修现 然后31年 34年到36年的修现 这个数记录 我都看过 大陆的数记录 是用毛笔写的 看里面的话 像王云武 王云武有一次 有一次当会议的主席 那的话 他被国大代表 求着领子 拉下去 拉到下面去 拉下去的人 当场赏道耳光 赏道耳光 在场的国大代表 那他好多掌声 数记录写的一清二楚 那主席 王云武被哪个代表 拉下来 那个人就赏道耳光 人家在那边就这样写 这样写 在场的很多代表 就鼓掌得非常多 台湾的数记录 我跟各位讲 你去看 不实战 你就会跟这个一样 台湾的数记录怎么做呢 台湾的数记录做完之后 要送给当事人看 另外一个数记录 写完之后 要送给当事人看 当事人的话 两个对骂的时候 骂人家三字经 骂人家什么 请问再把这个 三字经 再记录拿给他 他要承认吗 他要列入国会的记录 永久记录 请问他会列入进去吗 要他签字才有用 他在他手上的时候 他通通骂人的话 通通都没有 对他不利的 通通都化掉 所以台湾的数记录 是基同压奖 有时候读不通的 为什么这样 因为对他不利 他通通化光光的 大陆的数记录是 第三者 他有录音 什么叫数记 数记没有培养的人才 台湾数记没有培养的人才 数记就是说 我们讲话这么快 数记是一个 就一个音 这样这样转很快 你看这时候数记的人 他这样跟你聊 他的手就要一直画 就要一直记下去 台湾现在很多可以培养 像这样的人才是没有的 我们只有靠录音 那大陆的数记录是 他当时有培养这样的人才 一个录音下来 一个这样的人才 你没有关系 你还跟我吵 我就放给你听 你当时就是这样 包括我们这个 我们国家不知道有没有进步 搞不清楚人 现在去读大陆的 那个我读国民大会的数记录 是一清二楚的 所以我没有参加第一次 参加那几次的国民大会 但那几次的 所以他们有写博士班 我以前在国民大会的时候 他们写博士班 硕士班的 有关线往的 他们都会来找我 那些我都看过 那些我都看过 所以你要用语言文字进入译吗 那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要有历史的同情眼光 你看那个死记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那个司马迁被淹割以后 在写死记 你要看有个 所以要有历史的眼光去看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 我没有谈到论言 论言你要因实 你要读论言 论言是你看 这样好多人在读 但是你要知道 论言的那个欢迎就三个月 你要有历史的同情眼光 他不是错 是因为他时间逼迫他 他没有那么那种情况下 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时候 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就是靠着语文 当然它是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但是绝对不是 不是那个 完全靠它 所以为什么说 敦煌文物这么重要 因为 从五胡乱华之后 五胡乱华之后 我们所有的文物 都在外面都是 随着时光的流转 它一定有改 有什么东西 敦煌文物是 那个时候 就放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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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栋 石栋里面 它沉睡了一千年 他当时那些人 写什么东西 没有人去给它偷改 所以内下的东西是最 因为它一千年来 没有人去给它偷改 我们这下来的东西 不管什么 反正乙文什么 你去包括国语 为什么每个你读国文 都有定证 有什么会刊 有教刊 每个人都贪多物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厉害 给人家改两句 给人家改三句 你说你读来读去 我们在读六组谈经的时候 每个也真本 结果潮西真本是改最多 六组在潮西 在潮西 他的大本营 结果六组谈经 潮西真本是改最多的 你哪个真本 你要有眼光看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读六组谈经要读哪个 你要去读日本 日本的 为什么 所以你们碰到我 他们那法案碰到我就没有 为什么 因为那下的话 日本的潜伐使是大使 是派来的 他回去的话 这整个是国家的真本 他回去他的室里面 典长 没有人去改他 那叫唐朝 他从唐朝举回去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不对 我们这个你看 那个禅宗的话 那五中七派的话 每个人对自己 对自己派有利的 就给他加两句 对自己派不利的 就给他扇扇掉他 所以改来改去 神会变成十一岁 他要从北方 十一岁 他要从北方 那个地方 要跑到潮汐来 十一岁 大家对他不利 因为神会的话 他会竞争七族 大家一定要把他贬低 贬低 贬到神会是看不到的 你如果还原历史的话 你读你一定要历史的 通情眼光去看这些东西 现在圣人大概就看一看 他以为那个就是真本 因为的话 六祖坛经有两个本 一个是敦煌本 一个是敦煌本 你这两个一定要会读 一个东方本 跟敦煌本要掉出来 掉出来 那个敦煌本 敦煌本就是 他那个时候 他在六祖旁边 你也他两个不必然 是两个人的记录 两个人的记录 说一定有一个一个一个 他们有的地方 他们弄到 他们都那个写错 我说那怎么会写错呢 你读书 你要有办法去读 因为有一个人从实的观点 从地的观点 你两个人不能掉 他两个没有串通 他写他的 他写他的 他当时那个场景 如果见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从人的角度 一个从那个角度 两个不同角度 所以记录下来是不相同的 那是很正确的 他没有一个固定 就是你看我们的 我们的活 所有的活经里面 大概就这样传下来 如是我闻第一句 所以一定阿难背出来 这个都已经大家审定的东西 所以没有 六祖谈经有没有 六祖谈经 滑海之后的话 所以也没有 因为一一也不能传 所以你记得你记得 有办法的人就记一记 现在侥幸是我们有两个本 一个是敦煌本 一个是敦煌本 敦煌本的话是被谁 英国人哪去啦 放在英国的博物馆 是我这个这个 这个厉害就是 胡氏博士 从英国博物馆给他 给他操回来 英国人也不知道这个是宝贝 他只是把他拿过去 胡氏跑到英国的博物馆去 把他操回来才知道 这个是敦煌本的六祖谈经 另外敦煌本又发现一本 他就有两本 一对照是大部分差不多 差不多 只是计法不一样 所以你要读语 语文你一定要上 你不语我是第一个 语文你要的 一定要经熟学习 所以我们建议各位的话 因为现在如果 所以李恩书跟我讲的 老蔡老师 你要训练以后当宗教领袖的 你不急的去那 那年轻的要讲 你就叫他背 先从语文几篇背的来再来 要不然的话 因为的话所有的那个 大藏经里面所有欢迎都已经 泛文大概都没有比我们大藏经 那个完整 因为印度的泛文大概很多流失掉 后来这个佛教的话 被后面的回教都都那个 他没有我们多 所以你的话 然后在大藏经里面 他是古文 他古文当然有 你就要有眼光去辨别 这都是 所以从这个地方 蛮多可以谈的 蛮多可以谈的 ok 那这样你就知道 所以你禁印书物不如无书 但是你一定要 从这个地方进 但是你要读的时候 如果你要 你要那个有 突破的话 你要有历史的同情眼光 去看这些东西 没有历史同情眼光 你大概不知道人家 在有的时候 你体会不出来 因为体会很多 就历史上的那个 那个佛教东西 蛮多 你必须要有那历史同情 我跟各位讲 你不成圣的时候 不成伟大的时候 那些 你在成名之前的东西 是没有人知道的 现在所传下来的 你成名之前的什么东西 那都是后 当时或后人的技术追忆的 各位知道吗 那都是追忆的 所以你读呢 你不要 所以常常讲 高僧传什么传的话 高僧传大概有五十 是这样 东拉进来的 有它有真的 必要 但是说你要有 有能力去辨别 有能力去辨别 这篇文章 你不要看他这东西 因与入与 他告诉你是要 要探照灯去探他的原型 不是叫你去里面 这样随便去看 那不对的 所以的话就好像 这一节就谈到这个地方 所以每个学习 我们都有 语言一定要 你现在的话 你因为年纪大了 你再回去的话 你有的时候真的 这一生会 所以我跟各位讲 有些是已经 有些东西会来不及 我跟你讲 你现在叫你去背古文 严格讲是很辛苦的 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如果你有出藏起来 你看那个胡适 他提上白话文 胡适的古文好得很 胡适没有古文好的话 他那白话文写得好 所以现在的话 我说古文很重要 因为你古文不懂的 所以很多博士的话 都要博士 他是写一写的话 加上英文这样 他叫他博士 这调这个古文出来的话 六祖坛经的古文 他都逗不出来 他也是博士 他还在讲六祖坛 他就不要利用 不讲那个古著什么 古著他有的 剁不出来 各位知道吗 大概就是连博士 古文他剁不出来 你要精通这些 三藏的文章 你古文 而且以前的话 不是像现在我们有 斗点有什么叫 标点文化 他都一串一串 这样去 所以有大有大师问我说 蔡老师 你这个能不能帮我 上次有一个叫做 论言什么 论言会官还是哪一个 有一个大师 拜托我 蔡老师 你这个能不能先帮我们 因为 那个在大陆只发行 印的时候只发行120套 大陆是一套 台湾一套 两套 两套都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 所以有些大师 很想再把他看 他看的话就说 没时光 给他的话 他已经没有能力 去看这些东西了 各位也是一样 有一次过来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你法门一定要去 要 到了一定年龄 尤其已经退休这样 不能贪多物责 你自己要板块 决定一个法门 那法门 你说有东西 要安弟弟的话 有的话 那个地方 你一定要很深入 才有办法 你这弄一点 那弄完 人家已经不禁了 那你在那里 下次各位看我的法言 法言的话 我跟各位讲 一般人所 所所所谈的那个 那个普贤菩萨行验品 如果备有一点的话 你看又又又又又又 又会从唐朝到现在 又让大家 那大家又大吃一惊 整个这就是 这就有没有那个 这这要有缘分 有缘分 好后来我们看下一个 下一个那个 字跟试 字跟试很重要哦 讲来讲去就是试 我们不能 我们要不要试 因为前面为什么 不是讲语跟义吗 有没有 你看这个任期很好玩哦 你的话 你要语对不对 你非试 没有办法 进入 把语弄好 所以一定要有试 才能够进语 你一定要试 才能够答语 所以上下一节就给你谈 谈这两个 他上一节跟你讲语跟语的啊 你一定从试字嘛 试的话 进入语文 你一定要从你自己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这个字 进入到语里面去 所以这节就 接着就这种文 就是这样的东西 你为什么他 他怎么又跑 要这节要谈试跟诗 因为你 他已经跟你讲这个 这个你要取什么原则 他现在告诉你这个 这个事实上很简单啦 试的话大概就是 神灭的一定是这个 不神灭的一定是这个 一定是这个 这个一定是 是无常 这个一定是常 大概 分的话大概 几个原则上 大概都应该一般 你常常用的话 大概就知道 哪个 四字的话 你也要知道哦 好 那我们这样的话 接着就要这样讲 509 509 就活距说 509的那个哦 再者 大会啊 智跟识的相 我经单位 你们解说 你能够能够分别 智跟识的相的话 你们菩萨就能够通达 智识的相 集成无上正等正觉 下面 下面的话 你看哦 那智的话大概分什么呢 智分三个 分哪三个 第一个 智曰分为三种 第一个就世间智 就我们凡乎所学的 第二个是初世间智 就是初世间智是什么 二圣人所学的 第三个是 初世间上上智是佛跟菩萨 他这边这样分 凡乎大众 就是世间智 第二个 就是初世间智 第三个是 初世间的上上智是佛跟菩萨 那第一个他告诉你 什么是世间智呢 为一切凡乎外道 于世间生灭诸法 就生灭的 然后记者有无的 然后如果世间智你学好的人 其实上智是学好的人 可以达到什么呢 可以达到飞翔飞翔天 就是世禅天去的 可以到达世禅天 你看哦 世间智还可以到达世禅天 但仍不出三界的生殖 所以叫做世间智 跑不出世禅 跑出异色无色 跑不出无色界 你要知道哦 世间智好不好 世间智的话 因为没有世 你进不了 进不了 进不了那个东西来 你要世 要进到自来 所以的话 到了一定境界 不是那个吗 变成有八难吗 八难的话 世字中变 又是其中的一个 又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现在一定要 但是到了一定 你达到二 达到三的时候 你又要把世字又要丢掉 丢不掉的时候 为什么说告诉你 我们上 在那个 讲刚才说 存活了三个聊天 第一个就是要把自己交出去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 因为有些东西 一定 因为我们的能力 就到这个地方 那上面那段 没有办法 就是要用靠信进去 因为能力 你能力的话 没有办法 就达到这上面 所以你看 那个到了等觉 等觉菩萨的话 等觉菩萨已经跟佛接近 但是最后一定要到 射救菩萨 等佛的最后加批 一样 因为你的能力就到这个地方 没有那个 给你这样一加批 你那个地方 你突不过去 就跟这个一样 这个地方 就叫世间治 世间治 最好的还可以达到 非想非非想出天 但是还在三界轮回 那什么叫初世间治呢 就一切声文 元节 观音介入 就是观音介入 然后世帝十二音言法 他都学一个声文 一个元节 然后堕自共向妄想 然后记着诸法为实 任有生死可离 因为有生死可离 有虐盘可振 所以他们希望远离生死 振取虐盘 然后得出出世的果 这个叫初世间治 因为他已经 这个这层的人 已经可以高的话 他可以已经超出这个三界 他已经不要再六道轮回了 所以叫做初世间治 下一个就最好的 最好的 也是我们的 一定是最高的目标 什么叫初世间上量治 就是诸佛不上 观音介入法都是空的 就是一定人空法空 然后一定是无所有无所得 然后不生不灭 然后离有无相 到了如来的地去 这次序怎么摆都没有关系 一定是人无我法无我 然后这些他的治都是 都是内政圣治 自觉的圣治 不是从外面得到的 就是最上面的 也是仁杰所创的 仁杰常常跟你讲 讲到讲到 讲到后面就跟你讲 自觉圣治 他都不跟你讲别的 都跟你讲自觉圣治 这仁杰的专用 这三个 过来的话 我们看这个 就直接看那个翻译好了 这地方从510 现在的这一节 就在分什么叫四根治 但是他又跑出一种三种治 第一个 这个凡乎外道 随着念 分别有为诸法 插挪生灭的 插挪生灭的就是 就是 是 是的话会插挪生灭 那诸佛正的 那个就近清静的话 他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第一个是 生灭的是是 不生灭的是治 所以我们要转是为治 就这样啊 转生灭为不生灭 OK 第一个就很简单 转生灭为不生 第二个 是凡乎外道 执着有相无相 尤其是有相 那个 二圣人 着空厌有 就他们的话 必空成功守局 都都都都都 都那个 都那个 那个 插挪在有相 插挪像无相 插挪 其外道 执神我圣性 二圣以货业为染尽之音 插挪有无种种相的音道 这个是是 那佛菩萨不是喔 佛菩萨是超越 那个 超越有无相 他有无相的话 就是达到实相无相 他是治 有相无相的 那个是治 那个是是 到了佛的境界 他就是一切的话 都是 一切无相就是实相 这个是就治 这个是 第三个 取外臣而得争议之常养 常养的话 就是你功德啦 什么的话 就是 那个叫常养 就是 向二圣取正涅槃 常养其法 法我见 在第一章十三节 也就一百六十一页 告诉你什么叫常养 常养的话 就是你的功德上根 那佛菩萨就是 因为人无我都没有啦 所以他是非常养 你如果翻回去一百六十一页 你可以什么叫常养 要是你不不 已经忘记了 那个就是常养 常生跟养育 常生跟养育 能够争议你的 那个常养的 这个是是 因为的话 你正德 不生不灭 那就 那就非常养 换句话 是是的话 是殉疾种子 常养诸法 起现形象 这个是是 不取得 无代外之 非常养相 这个是治 就是自圆 自得生 这个是治 他三个分 下面的话 他又跑出一个 一个 应该他 现在不过在讲四根治吗 那治的时候 这个跑出来 突然跑出三种治 再者 这个是跟前面不搭 但是他又把他讲的一个东西来 活自有三种 三种治用 未知生灭的法空 这叫一切治 一切治 道种治 一切种治 就在讲 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 就是跟前面 再讲四根治 他突然跑出佛的三治 三治因为经文上有 所以他就 看起来是有点突兀 再者 佛自有三种治用 治的用 第一个 知道生灭的法空 这个是一切治 以应物凡夫但知生灭 因为以生灭的法空但知生灭 知之共相 是道种治 前面是一切治 就是道种治 这叫做什么呢 以导二圣人的知之共相 然后第三个字 知不生不灭的实相 是一切种治 所以是三个层次 一切治 道种治 一切种治 然后以和菩萨的不生不灭 活以这三种治 来了知 凡胜 世间出世间 世间 世间上上治 所 所知的境界 所以就讲佛三种治的层次 在这个地方 第四个又回到 治跟治的辨别 对一切法 没有障碍的是治 是治 如果是 如果是诸法有境界 种种障碍的是治 换句话讲 就作用比较小的是治 没有障碍的 尤其性的部分的话是治 外表的是治 第五个 借着跟进跟作义 作义很重要 我们常常 什么叫作义 作义的话你看 呃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时而不知其味 这就是作义 你眼睛一定会看到 那为什么看不到 因为你作义 你不要看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所以第三个 跟进 对不对 跟进一定有作义 但是你为什么看不到 就是你作义 你自己把你的那个 那个 那个有意见 所以你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如果是你自己的跟进 跟你自己也愿意 三个合合的话 生的就叫方便相 这个是是 假若不是三四合 也不 不是三四合合 不假方便的 顿见诸法的自性相 这个是自 自的话可以看到自性相 看到性 那个是的话 只看到像 即不借原生 不应尽其 自性相应的 玄妙神解是自 第六个是什么呢 第六个 有所得的 有所得的 完全来讲 不了为性 没有关系 有所得的就是是 吾有沙瓦可得 之相的 不生不灭的 就是自 这样就有六个差别 所以金刚间讲 吾有沙瓦可得 是米安奴多罗三秒三 因为他们都是修 吾无为法 吾无为法只是 他们的境界的高低 是不相同的 境界的高低 是不相同的 智德圣智的境界 是不出不入的 如水中的月 思乌往来 随原而现 所以金刚经讲 如来者 无所存在 亦无所境 所以这个地方 四根字的地方 他就要做一个总结 所以一个总结 请你看五一一 他 他有六个区别 六个区别裡面 第三个跑诸 佛的有三 智的话 有分三个层次 就一切智 道总智 一切总智 三个各应不同的 那个对象 这个时候五一一 这个时候 世尊 世尊想要重宣 并加强前接义礼 而说济言 采集 这采成 采成就是那个成 然后集业 成就是外境 业的话 就自己的那个 业障的就是租业 这个叫做是 跟成 跟采成 然后跟业有关的 这个是是 不采集分别的是智 然后观 观察 原生一切法 通达 无相 无所有 待得 自在 神通力 誓者 名为无上 慧 这个地方有三个 在愣切里面 他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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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智慧三個智是不一樣 智跟慧不一樣 即妙莊嚴敬 誓得禁戒符 智能了諸敬 無相即聖敬 是慧所諸敬 唐義的話 采集業為心 觀察法為智 慧能正無相 待自在微光 那沒有關係 下面的話 下面就在講 叫你要八世的東西 遠離心意及與世 心意跟世就是諸事要離開 遠離思為分別想 想也離開 德無思為分別想 佛子所得 不是非聖文 比聖文高 注意極盡聖敬人 諸佛如來清淨智 生於最善聖異地 就第一異地 妄想守盡西遠離 所有的妄想都要遠離 那下面的話 佛有之生滅三智 剛剛那個三智 一切智道總智 一切總智 自覺聖 自覺聖 開發真實 比凡於妄想思為 惜色受取濁諸信 二聖佛智不相依 二聖的話沒有到佛聖的話 那個境界 甚至遠離諸所有 那個換句話講 智是離開所有的 有有的那個是是 那無所得的才是智 記著於諸法自信 從諸記著生文生 那有記著的那個是生文的境界 翻過來 五一二 超度諸妄想心量 如來自清淨無垢 如來自清淨無垢 所以下面的話 大體上就又又把它講 我有三種智 聖開發真實 聖開發真實 聖結集度這樣講 如來隨機說法 故有三種智 言此三種智 正義開悟眾生 令得真實禮言說法 觀瞞結集 韓山法師的觀瞞結集 三種智 即喪之生命 生命就是 為於我之此三種 故得聖智之明 能開發眾生真實 我有三種智 蓋子佛守聚的波勒 這個是另外一種說法 三種智 蓋子佛守聚的波勒 設信像用三個 信像用三個地方 智者得聚力 為波勒之信 一切志向得分別 是波勒之下 一切諸法得顯現 就是波勒之用 下面的話就是 再把文章裡面所談的六項 再把它用一個簡表列出來 上結昭式的四字的性別 先論自有四間智 出四間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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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屬 房外二聖 佛菩薩三個 房外的話就是四間智 二聖的話出四間智 佛菩薩就是出四間智 出四間智 並列自跟智的特性 列表如下 所以智的總類 就是四間智 出四間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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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智 對象的話 第一個是對凡外 第二個就是凡聖的特性 第三個是佛菩薩的特性 那智用的話是第一個 四間智可以知道要智生滅 出四間智的話 就智智公相 然後出上上智的話 就智不生不滅 它六個的特性 智跟智六個特性 中間那個是卡 出四間智兩邊 上下不明顯 如果是四間智的話 一定是生滅的 有有無相 有長陽相 會有愛 會有障礙的 三四合會生方便相 它是有所得的 那這樣的話 下面這個的話 它是不生滅的 它是超有無的 超越有無的 非常癢的 沒有障礙 然後無事方便自信 無所得 所以這樣的話 五一三喔 三界眾生有肉心 有肉心的話 希望分別 記著生滅法 數六事分別用事者 為之事 諸佛菩薩 觀無所有法 見本來不生 一本不滅 以離諸式境界者 這叫做智 上階世間智 初世間智 雖有智的明 但沒有離開 還是沒有離開智 為 真以初世間上上智 情見 情跟見 都已經消滅了 這個時候 才可以證明為智 又初世間上上智的智用 行該 是跟初世間智 因為它不是下面 它下面的那個智 它也包括在內 該就是包括 行者要努力轉世成智 然後要 同時要 醫治不醫治 這結論 就醫治不醫治 而且你一定要轉世成智 那就是 那就六七五八的那個 那個原理又要用在這個地方 第十二節 就快一點 一下就可以讀完喔 這個因為是在講外道的東西 請你翻五一五 難的是今天的第十三節 第三節看看能不 第三節有一點難喔 這節比較 這節是在講外道 比較沒有關係 來 看那個 這個就是 看標題你看 外道的轉變論 外道轉變論 國際說 再者大會 外道有九種轉變論 這是概說 不一定是九種 這個地方在 任結經裡面 它把它化文為九種 這九種轉變說的話 是從外道 希望轉變的 之間 而生的 所謂行處 行處什麼叫行處轉變 就是輪回六道啊 輪回六道的話 你行處有沒有轉變 有啊 你的六道有六個啊 像 天人的 第一二鬼畜生 那個阿修羅 有六道不是有行嗎 有促手 都 都不一樣啊 你輪回六道 所以叫行處轉變 什麼叫相轉變 你五陰諸相的話 你有生處易滅啊 當然就有相轉變 這是外道講的 沒有關係 叫相轉變 什麼叫陰轉變 你陰滅的話 就會果成啊 陰沒有的話 就像開花結果一樣 它叫陰轉變 那這樣的 什麼叫成轉變 就是果黃為陰 就是你要果 就變成種子 種子掉下來 又可以生 這叫成轉變 什麼叫間轉變 你間轉變 就是你看法不同 見義失切 你又改變 叫間轉變 什麼叫性轉變 你的善惡更異 善惡性常常轉變 叫性轉變 什麼叫做緣分明轉變 緣分明轉變 你就是眾緣合合 能夠做 能夠做為一 這個叫做緣分明轉變 什麼叫做手作分明轉變 就是你的緣善的話 那你手作也跟著沒有了 這個叫緣 手作分明轉變 什麼叫式轉變 你有違法 最後一定消滅的 這是外道的九種說話 所以我講得很快 就是告訴你說 你不一定要 因為這是外道的東西 所以我大致跟你講一下 大會啊 以上九種轉變的話 就是一切外道 因此而其有無間 產生各種的轉變論 他這個地方 舉了一個例子 舉兩個例子 舉兩個例子 這兩個例子一讀 我們大概就清楚了 五百一十六 他舉兩個例子喔 舉兩個 什麼叫 不是第一個講 行錯轉變嗎 什麼叫行錯轉變 他舉金字的例子 給你 給我們了解 為忘記諸法 行錯有變行錯 我剛剛給各位講六道 六道你的行錯不一樣啊 人道跟天道 第一二鬼出門 每個道怎麼會一樣呢 他這個舉 他決定舉金字 像金字可以變做拆 可以變做環 可以變做手鐲 可以變做鏈子 等器物 那都金變的啊 則有種種形跟處的變異顯現 但是金體有沒有變 那些的話 都還是金的性質 都沒有變 金體的話 本性是沒有變的 所以金性有所改變 金性沒有改變喔 一切法變也是這樣 只是外向再有改變而已 外向改變 本性的話 未遷就是沒有改變 或有外道做如是 行錯轉變妄想 乃至於一切事 皆有轉變的妄想 我剛剛講的那九種 這是舉第一個 就跟你講那個 行錯轉變 殊不知 比一切法非意 非意 離意意的話 取卓之見 但凡乎妄想 故有種種的轉變 只以為實 如是一切法的轉變 就好像什麼呢 都好像 那個牛乳熟的話 會成為辣 那辣的話 那辣的話 就好像果子 成熟的話 會產生那個酒味 這是自然的現象啊 就是那個乳熟的話 就成辣 那果的果熟的話 就會生酒一樣 外道的轉變妄想 比諸法 亦非實有轉變 因為這是一個自然現象 一切法 都從無至有 或從有至無 都是自信首限 從自分別 習氣而起 一切外法 皆沒有自信 這講對的喔 大會啊 如是凡於眾生 首紀的轉變論 都從自信妄想 習氣熏其 所生的 大會啊 實無有法 若生若滅 如夢幻中 首見諸色之 有生有滅 都是什麼呢 為 皆為自信首願 首限 都是自信首限 那這個下面的經文 那個記子 只有一個一個是 要學的 就是你看 記子的最文 第三行 最勝於緣起 就是你看最勝 就是緣起法 佛教守壇呢 是緣起法 因緣合合 生萬惶 而不是什麼哪些東西 所以下面呢 他就告訴你 做一個記子 來做結論 這個時候 世尊義從先 並加強 前階依禮而說既言 行處 依時而轉變 見四大種 與諸根 集中英生 這什麼叫中英生 就死後到出生 中間的那個 我們死了 到下一次 投生中間的 這個中間叫中英生 下一次出生之前 中英生 見智生 如是妄想 非明智 那最勝至 關於緣起 就是要勝至 來觀看緣起法 不是 非如比 凡宜的妄想 那個 那個 凡宜的妄想 不是我們 跟我們緣起法 是不行比的 南世間 緣起諸法 你也要看著 在緣起諸法看著什麼呢 如幻縣 前踏佛神 一切都是幻化的 一切都是幻 真論的話 就是變跟不變 本節概舉外道 所以我跟各位講 是概舉喔 外道的形象 因等九種轉變界 並列舉 以金自成為器物 五一七囉 雖然形象改變 但是金的性本性 是沒有改變的 與義 義什麼呢 與我們宇宙萬物 雖然行處變化 但是他的自性 是仍然未變的 每個人的佛性 是沒有改變的 又好像又舉了 魯熟的話會成浪 那果熟的話 果熟的話會生久的栗子 這是時節氣候的推移 屬自然的現象 加以人工而成 當之三有一切 都是因緣合合而生的 有因有緣就會生 就會生 所以金剛金講 一切有惡法 如夢幻派 如入義無殿 因作如是乖 有惟有漏法 都應該做這樣看 你要修無惟無漏法 OK 下面這節有一點難 下面這節 二十分鐘 這節可能談不完 相續跟解脫 我們要了解的話 我跟各位 相續是我常用的 我自己以前不知道 我為什麼常用這個句子 相續你從語言來解釋的話 這個是蠻好玩的一個東西 我們一般的對稱相續 為什麼 一定是不相續 如果這個標題這樣定的時候 好像對相續不相續 但是什麼是相續 你搞不清楚了 你不知道 如果你把它寫說解脫 解脫的話 解脫的對稱一定是 一定是捆扶 綁或著捆 一定是扶著你 你這個很清楚啊 他現在是這樣對 他是這樣對 他相續對解脫 在任前裡面 他有特殊用意 他為什麼這樣對 他有特殊用意 所以三個經 三個經裡面 就是非常奇特 因為你這樣對 你不知道他的意義 這樣對你意義很清楚 你這樣對 你搞不清楚 這個相續是在談什麼東西 你並沒有辦法 但是他就是相續 他告訴你 能夠把相續不相續 如果你能夠不相續 你就只解脫了 他在談這些東西 談這些東西 所以的話有三部經 相續解脫經 相續解脫經在講什麼呢 告訴我們解脫相續的妄想 就相續的解脫經 告訴我們要解脫相續的妄想 那解生蜜經呢 是在告訴我們 解脫生蜜的妄想 然後 那個解結經的話 告訴我們要解脫 就好像很難 很難通 就好像我們關節一樣 打通關節的那個妄想一樣 所以一般來講 妄想 他有幾個特性 因為這個地方 為什麼 會變成相續 那妄想他有幾個 幾個特性 第一個他一定是 憂深 一定 尖密 第二個一定妄想的話 都是 就是持續不斷的 第三個是 妄想他是 無處不遠的 第四個 他大概有這個特性 所以我們常常不是在講 那個五字性裡面的 明相妄想 三個綁在一起 所以他結弧是很深密的 很深密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 看這個 五二一 五二一的文章的開始 這一節跟前面一樣 前面談的沒有什麼 到後面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重要的結論 那個結論的話 就是你沒有讀這個 就好像他不二法門一樣 你沒有讀這個 你不知道 他的那個要出脫不是 他的解脫 不是在相續跟不相續 他是要超越這兩個 要弄在他的上頭去 所以他後面的結論是 是蠻精彩的 我們看那個 相續 唐義做什麼呢 做生蜜 唐朝的一番義 把它當作生蜜 生蜜執著 或者蜜執諸 他的生蜜的話 他的相續有這三種義法 一切法 本禮言說 若隨與其義的話 你隨與其義 這已經現了第一個不對了 然後你又忌濁不斷 這第二個不對 這個就相續 他告訴你就 就好像妄想一樣 這樣的話 你一直在忌濁 一直一直弄到裡面的話 你無處不應 你就會越來越生氣 所以這叫相續 相續 你如果因與變義的話 就好像燈照射 就是解脫義 不相續就解脫 所以的話 任言經裡面 也有四階相續 眾人相續 但用的話不太一樣 好我們就看那個 前面可以快一點 那後面的時候 在那個 這個時候 大衛菩薩又領白佛說 世尊請您為我們解說 一切法相續義 解脫義 那解脫囉 然後若能善分別 一切法相續不相續 像的話 我們諸菩薩 就能善解一切法 的相續不相續 得善巧方便智 這樣的話 就不做到 隨言取義的 記著相續裡面去 善於一切諸法相續中 在一切諸法 都是相續的中 你要得不相續 相續中 要得不相續 所以用鈍號把它鈍開來 即遠離言說 蚊子的虛萬分別 由行一切諸佛 翻過來囉 諸佛岔土 處於無量大眾之中 得無量三 這個就是在講好的 得無量三魅力 解脫自在 種種神通 及一切佛法總辭之意 現種種變化 光明照樣 以此絕會散入十無禁忌的大院 那個十無禁忌的大院 現無座義 無公願的巧方便 這都很高的 游如日月普照光明 模擬隨著 模擬隨眾顯色 四大自然周遍 安住以菩薩一切地 離自心妄想向見 側見一切法如 如幻如夢 隨入佛地 得妙覺身 一切眾生見 隨類視線 這已經就 就已經叫那個 隨機說法 引導友情 悉令安住以諸法 如幻如夢 離友無見 即離生滅妄想 並超脫 記著言說的相續意 其身變得轉為聖妙 就告訴你 已經就到達解脫了 解脫的話 我們 我們在這邊求道的話 解脫是我們的目標之一 很重要目標 你現在來 在這邊求道的話 就是要解脫 解脫是求道人的一個目標 那下面的話講 這個就可以更快 你看喔 佛交代以會者 以實心聽講之後 就告訴大會 無量一切諸法 隨言其欲的話 你記著轉身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很多的相續喔 並有無量相續相產生 所謂與法相記著相續 以緣起的話 你也會記著相續 以有非有 你也會記著相續 以生不生 起妄想記著相續 以滅不滅的話 你也會起妄想記著相續 以勝非勝的話 你也會起妄想記著相續 以有為無為 也會起妄想記著相續 以地地自相的話 也會起妄想記著相續 以自妄想無間的話 起妄想記著相續 然後 以外道 一友一無的話 起妄想記著相續 以三勝一勝無間的話 然後會起妄想記著相續 到這個地方 他舉著十一種 十一種是禁嗎 也沒有舉 相續的要告訴你 他會很多很多很多 一切東西 因為你妄想分別的話 你就一直 所有東西 你就越分越分越多 就希望分別越分越多 他就給你分了十一種 再者大會 上 五二三 上街 因為這個都不是他的 他要 他從這個地方 他要給你 他要給你引出來 不相續的解脫意 然後這個相續的 就告訴你 你就現在分 什麼叫相續 你就現在分雜之中 你根本都跳脫不來 這就他舉了十一個 以其無量的記著下 皆凡於眾生 自心妄想相繼 以此相續的嚴故 五二三 凡於的妄想的話 你的妄想就好像什麼呢 你坐禪 你如禪坐檢一樣 你把自己呢 以妄想失 把自己禪住了 所以你自己陷在裡面 你自己就一天 你自己 你自己就 起人憂天 你自己什麼東西 都你自己去分分的好多多 這個就 白話就起人憂天 你自己綁自己 所以的話 你就以妄想失 自禪禪他 你身陷在有無相續的執著中 所以的話 古著對這個的話 他就 上面十一個嗎 他就舉了三個 我把三個有弄出來的 那這沒有關係 地地之項 什麼叫地地之項 就是你要分別租地的名項 你那一個地一個地 把那個地 每個地的名項把它分清楚 什麼的話 大概每個地的特性是什麼 你知道就好了 那你要把那一地的話 一地就是一個是 這麼寬廣的 你要把它弄 那要花那個不是目標 所以的話 自妄想無間也 路任節講就是 你分別憲政執著 所謂法愛者事業 三聖一聖也是這樣喔 你就大小聖分別無間 你一直在那邊 大聖小聖在那邊 一直在分別 這樣的話是 是那個 下面就重要 就是不相續的解脫意 解脫意 解脫意 這個地方已經開始 出現的重要的 尤其在這個的 第一段的尾巴 跟 第二段 第二段 跟第二段 這個 第二段尾巴 這個都重要 這個都重要 我們 那個 再者大會啊 再者大會 比一切法中 本來是沒有相續相 也沒有不相續相 本來就一切 你不要分別 就沒有相續 沒有不相續 你就是把它分別 如果你 到了哪一天 你正道的時候 你側見 側見一切法 都本來都極盡 你到達親近的時候 你妄想不生的時候 你就妄想就不會生了 你到達看到一切 本來都是極盡 你妄想就不會生 菩薩摩摩薩 見一切法 都是極盡 所以他告訴你 不是要空極極坐嗎 要禪坐嗎 一切法極盡 沒有分別相的時候 這個就是 世民菩薩 見一切法 極盡不生的法門 再者大會 你若覺得 外宣諸法 都沒有自信 這對的喔 都是我們自信 首限的像 都實無所有 一切都無所有 那你隨順 去觀察自信限量 有一切信的話 都是無相的 無相就已經到十相 都是無相的 見一切相去相 都是極盡無相 所以一切法 如實之見 無相去 不相去 無相 可以知 如實之見 無相去 不相去相 不相去相 就是得到真正的解脫 所以換句話講 什麼叫做 那個不相去 以見分別 有無法 以見分別 有無法 名為相去 這個就結論喔 你如果看到 你如果看到 有無法的時候 這個就是相去 你已經有分別了 你如果見諸法 是極盡的 妄想不生 這個就是無相去 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妄想不生 如果再推延的話 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無念 你不要去分別 這樣的話 就是無相去 就是解脫 所以你在六祖團經裡面 他告訴你 最後六祖團經 多出一個無念 你不要去那個 去禪 不要去妄想 一直去禪的話 所以你見 倒數第二行 那個知焉之 你如果見到分別 你去分別 有跟無的話 這個就相去 虛妄分別 就這個就相去 就是煩惱出來啦 你如果見諸法 是極盡的 你妄想就不會生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無相去 這個就無相去 那下面有一句話 下面會解釋喔 再下一段 再者大會啊 諸佛菩薩如實覺知 比相去不相去 是一切法中 法中 無有若細福若解脫 即本無細無解 其於凡乎外道 度於不如實覺知 望見諸法 有乎有解 為什麼呢 為於一切法 有無等 有跟無有 就是有無啦 可以 有無 有無有就是有無 等相中 無眾生可得 而是什麼 無眾生的性 體性可得 事故無乎亦無脫 無乎也沒有脫 那翻過來囉 翻過來的話 這個是重點 這一段的結論在這個地方 為一切法 有跟無有 無眾生可得 故 唐義的話是什麼 義呢 一切諸法 若有若無 求其體性 不可得 有沒有 無眾生就是體性 沒有眾生的體性 體性上是不可得的 任劫義書講 任劫義書講得很好 然後再怎麼講呢 任劫義書講 此正名解脫意也 不是你在講相訓跟解脫嗎 他這在解釋解脫意 解脫意是什麼呢 就是不相訓 不相訓的話 什麼叫不相訓 不相訓 不是對著相訓而言 這段你要慢慢 我要告訴大家 此正這個上面的話 為一切法 有跟無有 無眾生可得故 這個的話 他告訴你 這個就告訴我們明了解脫意 那解脫意的話 是什麼叫解脫意呢 不相訓 並不是對著相訓來說的 解的話 也不是對著福來說的 OK 這兩句你通了嗎 你要了知 本來就沒有相訓 及不相訓 換句話講 本來就沒有福 也沒有解 這個才是真解脫 束縛跟不束縛 不是兩回事 對束縛的解脫 不是真的解脫 真的解脫 是不再有對立的那個看束縛 換句話講 他是站在更高層次的立場 來作為 這個地方你要慢慢體會 這個是一個 什麼叫做真正的解脫 解脫不是把束縛弄掉 他不是這樣 真正的解脫不是這樣 不是在講對立的問題 這個下一段的那個推論 也是蠻棒的 下一段的推論是用那個 這一段 五二四 這個整頁大概都是重點 都是重點 上面的話 一個 下面有一個 下面一個的話 我們再看喔 再者大會 遺乎有三種相聚 他告訴你那個三種相聚 是哪三種呢 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 就他會吃三毒的根本 管哪 這是第一種相 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愛未來的豬有果報 這第二個 第三個 這幾喜愛聚 喜愛聚 我跟各位講這個 這個三個分別 各個法師講法都不太一樣 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三個 三個東西 他正在講輪迴的東西 因為你有這三種東西 你會輪迴 就是相聚就會有因果 相聚的話 嚴格講 你也可以講是因果性 為什麼它是因果性 相聚你也可以寫一個 就叫因果性 就是因為他有因就有果 所以他一個一個 這樣排著下去 所以叫相聚 一個一個過線 這就是因果性 這三個 以此三種相聚 再從頭好了 再者大會 擁有三種相聚 餵 攤位吃三毒的根本煩惱 這第一個 愛未來的豬有果報 這第二個 極喜愛聚 第三個 以此三種相聚的話 故有豬 豬去 生死流轉相聚 比眾生相聚者 蓄於五去 輪迴受生 換句話講 就是現在的愛水 會論過去的三毒液 你過去做了餐真吃 你現在有愛水 這樣的話你會論論他 需求未來的果 所以的話 葉果成熟之後 你又受生 怒胎 又起喜愛心 而有五陰的相 三世相聚不斷 告訴你 就是這三個東西 會告訴你 一直輪迴一直輪迴 那這三個東西 三種義法 尤其巨多 古來的話 巨多都不太一樣 巨胎不一樣 反正這三個裡面 會讓你生死輪迴 生死輪迴 這樣大會 若三種相聚陰斷 這個如果三個陰 就是上面的貪生痴 如果你斷掉 你那個愛斷掉 你那個喜斷掉 就三個斷掉的話 你這三種相聚陰斷的話 那就沒有相聚的殘符 告訴你 只要斷了三個 你就沒有相聚的殘符 也沒有不相聚的解脫 換句話講 你浮跟脫的話 兩個都給你離開的 都淺的話 接淺 都能夠排除掉 這個才是真解脫 這個才是真解脫 只有陰解 陰除掉 就這個是真解脫 所以下面 再有稍微解 把那個古柱拿出來看 為貪會吃及愛未來有喜愛聚的話 為貪稱吃及愛熱身 所以你沒有辦法把上面斷的完全斷清楚 唐譯的話 為貪會吃是一個沒有錯 那但是第二句跟第三句怎麼斷的話 這個翻譯的話就不相同 即愛未來生 即貪喜劇 這個的話貪喜劇 我們這個劇作大概跟唐譯是接近的 依照唐譯來 所以關東邪劇這樣講 貪稱吃乃發葉無名 其貪喜劇的話 即愛未來生之喜劇 乃論生無名 貪會是相去陰 愛未來即喜愛是相去緣 那你五須輪迴就相去果 就有陰有緣有果 這三個裡面打轉 你就會一直輪迴 輪迴在那個地方 所以五二五 這地方就跑出剛剛看的那個座義有沒有 所以再者大會啊 由跟進跟座義的三合 座義有的是一般有的會把它翻我 我的話還不如翻座義 為什麼 就是你有意識在那邊 你沒有意識的話 我剛剛講過的 你有根有成 你有意識你不會覺知 因為你心不在焉 所以你視而不見 所以你聽而不聞 那心不在焉就是座義 就是座義 因為你沒有意識嘛 你沒有那個意識 所以的話 跟進跟座義的三言合合為原 所作方便記著 便有諸事相續無間的升起 方便記著三合合 三合合事的話 則有諸區與相 這會諸區 你會在五區中輪 五區跟六區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阿修羅 排內或排外 若三合合園 所生的這四斷的話 你那個四斷掉啦 那你的話就一切法空啦 就無相啦 那無願就三解脫門 則一切煩惱 生死也就相續不生 這就名斷相續 這名斷相續 所以的話 他這個時候就做一個 最後一個一個 最後一個一個的話 大概就第二句 倒數第二句 有一點那個 其他這個時候 世尊一重現 並加量前皆一禮而說 既也不真實妄想記著的話 你不真實的妄想記著 這個叫做什麼叫 不真實的妄想記著 這就相聚相嘛 你如果能夠了知真實的話 這個相聚相就會斷絕 就會給你打破掉 防外於諸性無知 隨眼說色受取卓 相聚就好像譬如什麼呢 就好像禪寶寶一樣 蠶蟲喔 他吐氏結網 而且自己自禪 這個就是相聚 他這個地方倒數第二行的 他把相聚比作什麼 你這樣勾起來 相聚就好像什麼呢 就好像那個禪 他自己是結網 然後自己自禪自己 這個叫相聚 一乎未妄想所乎 所以相聚不斷而 所以相聚不成字觀察 因為你沒有用字去觀察 所以下面的話 就告訴你 隨乎隨解 剛剛我們一開始 談的那個三部經 我沒有寫 因為那個比較難 那個比較難 範文呢 這個範文喔 這個範文這個字 有的時候你可以譯為指頭 那個骨結 骨結 骨結 剛剛我跟你講就像那個 過那個關節一樣很困難 那個 過妄想就好像那個 過那個關節很困難 就是第一個 有的是蜜意或者生蜜 這個是解生蜜經 第三個是序或相聚 就是我們今天用的 一個序一個相聚 一個相聚 妄想對世人的殘忽 現在講妄想對世人的殘忽喔 就好像骨骨連鎖 這是第一個 妄想優生兼命 這是第二個 有如微細的種子 妄想連續不斷 彈根錯節 這是第三個 所以劉宋意跟魏意採第三種 然後唐意採第二種 第一種的話 這個地方沒有採 就好像骨頭一樣 剛剛我們讀的 沒有人採第一個 本節經這樣講喔 一切法相聚意解脫意 善分別一切法相相聚 然後不相聚相 相聚就是束無 執著相聚 然後不相聚就是解脫 就是不執著相聚 世尊烈己的 明相記著相聚 然後三聖一聖無間 妄想相聚 記著相聚 零零總總共十一類 更指出呢 一副有 換過來 貪會吃等三相聚 因而輪回地獄 惡鬼畜生等五區 世尊的話昭氏 相聚斷者 無有相聚 不相聚相 三種相聚因 斷的話 告訴我們 就貪真知愛 跟那個 愛 一個什麼 這三個喔 這裡面 貪會知愛跟喜 喜愛 喜愛這三個 如果斷的話 這樣的話就可以 三種相聚因 斷的話 就沒有相聚的殘符 也沒有不相聚的解脫相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沒有什麼相聚不相聚的觀念 和現象存在 一切都是平等無二 你就是不要去分別 都是平等無二的 由於不了諸法 為至心線 心外是沒有法的 所以 反乎被煩惱 煩惱障礙者 如果你到登地的賢者 你已經出 到了出地之後 那你又會被手自上 把你把你綁住 這個都 這個都叫相聚 這叫相聚 還一直都沒有辦法跑開 那個下面舉一個一個一個那個 就是三祖跟四祖的那個 道姓為沙迷的時候 這道姓就是四祖嘛 他去禮禪中 深散三祖的時候 他說 這個是錦德傳登錄裡面的故事 願和尚慈悲 適於我解脫法門 那不是我們相聚跟解脫嗎 他要求解脫法門 那深散三祖就訪問他 那誰綁了你呢 你要解脫我問你啊 誰綁了你 那個那個 那個 道姓的時候 就回過來想一下 他說沒有人綁我 沒有人訴訪我啊 那深散三祖就回答他 既然沒有人訴訪你 為什麼你要求解脫法門呢 這樣一下的話 他就了誤了 所以整個裡面 這兩個把它排除掉 那就再上一位 來看這個問題 來看這個問題 今天談得很快 最後一節 最後一節的那個 相聚跟解脫 你可以慢慢去看 第一段第二段 可以稍微跳開一下 從第三段 第四段 第五段 這三段都有用意喔 第三段就告訴你 不要喔 三段的話就是告訴你 什麼叫解脫意 尤其後面的五二四 最後後面那個 那個的話就是 在五二四的第一 那個 那個補充的地方 你要把它看清楚 第二個的話 告訴你 就是你那個三 三讀 這個三個 貪生思愛跟喜劇 要要 如果能夠這樣的話 你就能夠擺脫 然後最後的話 他告訴你 作意是很重要的 一切的東西是作意 這樣的話 你才能夠打破 換句話 作意是什麼 就是你自己 所以修道修在你自己 不在別的地方 作意是非常重要的 接過來就 所以 一切的話 談到這個地方 就是不分別 就不要虛妄分別 就是平等 不二 要回到那個 又回到任前 又回到別的金去 你就是虛妄分別 所以你才有這個相去 很快今天談的四節 今天就到這個地方 來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